台北慈祭医院昨天晚间举办了 爱夫伤 银阳光的祈福会 邀请八仙晨报的家属一同来为伤者祈福 写下祝福 而慈勇队也在现场唱出爱与关怀 希望能陪着家属走出伤痛 另外 鼓励患者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爱夫伤 银阳光祈福会 在台北慈祭医院展开 用行动来凝聚爱的能量 以虔诚的心祝福八仙晨报 所有的伤者以及家属 将近十秒的哽咽 说不出话 副校长有九名学生遭遇晨报 有的还在台北慈祭医院治疗 他以最沉痛的心情写下祝福卡片 祈求天下 无灾无难 家属第一个就是要知道 这种病人的恢复 时间 需要时间 台北慈祭医院医护人员 向家属深深致意 家属的煎熬 他们比谁都了解 希望能让家属感受爱撒人间 处处有温暖 我们导包有一位是农历的生日 我们大家去为他祝贺 患者的重要节日 关怀也不间断 慈泳队唱出祝福 感染现场所有人 民众写下卡片祝福伤者 院内病患也坚持要参加祈福会 为大家付出啊 所以他们有牺牲我们就要 有祝福他们 深深一举功 互相道谢 慈祭志工为伤者家属 默默的祈祷 虔诚的祝福 大海新闻理事成 李建宽 台北报导 大海新闻理事成